我先睡了 多久没坐了 该坐一次了吧 算了吧 睡吧 明天早上我还有事儿呢 吃点睡吧 太怕 这什么呀 你不累呀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停你明天早上要测验 他那圈子我放哪儿去了 你下来下来 是不是落在办公室了呀 我找找去 你等等 我睡了啊 我睡了 出来吧 来 我们去哪儿啊 去吃饭啊 那我们吃什么 西餐 下午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说他餐厅寄了好多牛肉 我不想吃西餐 又是刀又是差的 麻烦死了 还要注意什么仪态啊 仪表啊 我真的不习惯的 要不咱们吃别的吧 那你说 吃什么 我想吃火锅 我想吃火锅 我想吃好吃的四川的火锅 火锅呢 火锅嘛 火锅嘛 不要 真香啊 真香啊 就是这个味道 看着很不错啊 哎呦 宋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唐老板特地嘱咐说 要好好招待您 您跟唐老板是好朋友吧 是啊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 亲自安排了这些 好 谢谢 谢谢 这家店是唐老板最早的一家店 也是口碑最好的一家 我们这儿的鱼冻很有名的 行 那就来一份吧 好 来份鱼冻啊 宋先生 您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豆浆 手工做的 很好的 外面喝不到的呢 你忙你的吧 我看外面身体挺好的 这天天排队的哪有不好的呀 让他们候着吧 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 这 哎 你们吃 你们吃 我 我还有事呢 哎 不好意思 不打扰你们啊 你们吃 你们吃 快快快快 这不啰嗦吗 来 吃吧 你下这儿啊 嗯 别过不老 我嘞 猪脑子一定要煮熟啊 嗯 要不然会有桃虫呢 奇了怪了 那女孩子 为什么会 爱吃这种残忍的东西 老土 就你闻名啊 这个多好吃啊 你看 它呢会有豆腐一样的年华呢 你看 嗯 那你是吃它呢 还是想吃豆腐啊 你要想吃豆腐直接下豆腐啊 哎呦 像你这种单向思维的人 是体会不到这种复杂的快乐的 哎 我问你 嗯 那些抽烟的人他们为什么喜欢抽烟呢 他们究竟是喜欢烟头飘出的烟 还是喜欢里头的尼古丁 那如果明知道尼古丁有害 那为什么还抽呢 如果仅仅是喜欢烟 那你干脆拿根棍到火上烤一烤 不也出烟吗 所以呀 他们享受的既是烟头飘浮的烟 又是尼古丁的瘾 这就是我的脑花 既要有豆腐的味道 又要有肉香 两者呢 切衣不渴 至于掏虫嘛 可以忽略不见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 回头我们再联系 这个你拿上 去买点衣服 别再跟你姐姐已经换着穿了 我喜欢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你怎么这样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当你是我的女人 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 我很尊重你 就 就 好 郭海总 郭海总 干嘛呀 一破厨房 你都修这三个小时了 你这儿绣花呢吧 大面洗就干净得了 非要弄那么仔细干嘛呀 你要么就别让我干 你要让我干哪 我就是容忍不了 这儿的一点点油脂和污垢 哎呦呦呦 那功夫 你能不能把咱们那房间 好好收拾收拾啊 外边交给我 除了我没人会珍惜你的 劳动果实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永远把自己和别人的 分得清清楚楚的 扫人情绪 说什么呢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 出来出来 这儿交给我 乖了出来 出来 回来 嗯 好好感啊